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 在iMovie里面有一个Green Screen的效果 俗称我们叫做退走Background的功能 例如这里我有个教我的影片 教这些Angles 有时我需要在某些位置加一些线段 或者加一些Angles 去突显某些图里我想highlight的部分 我们就不能在上面写东西 我可以在video上加一个overlay 其实都是同一个video clip的分别 这里上面就是另一个video 或者是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你就选择了 这里有一个Green Screen 或者Blue Screen的功能 如果你选择另一些 比如Split Screen 两张照片 就是两个video 分开左右 就是screen的两边就出 cut away 就是直接上面盖下面 picture and picture 大家明白了 就是画中画 如果你选择Green Screen 楼上那张照片或者video 所有绿色部分就退走了 只是突显了黑色部分 如果画到黑色部分 是跟原本的video是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 你看看原来的照片 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 是一张绿色的照片 但是highlight了 就是画了这些黑色的线 和两只红色的angle 如何画得准呢 iMovie里面 并没有提供这个 让你画得准的功能 要借助其他方法 假设我在这里 要加一个App 自己画的 我就capture画面 在Mac机里面 Cmd、Ctrl、Shift、4 即是其实我们是Screen Cap 就是Screen Cap 接着开Keynote 貼照 Keynote你就任劃都可以了 你只需要拉回 闊一点那张照片 这里的做法就是 就是你的Keynote的 那个Expect Ratio 就要16比9 要对回iMovie里面的 Expect Ratio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去画一些线条 比如我再画一个F字 好其中一条 Double Click 可以再 调调得仔细一点 粗幼 这样 20点 一条 其实理量上 你画任何图形都可以的 好 第二条 好了 这里有F字 那我再画一个Angle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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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成这个Angle 第一个Cmd-C,Cmd-V,再抄几个 基本上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定是对位的,因为你拿了原来的视频 那个Screen Capture,在上面再画任何东西 现在你只需要设定这个slide的Background format 这个Background,你选续绿色,ColorField,这里选续绿色 现在你就可以删除原来的照片,有绿色的Background 还有对位的黑色线和两种红色的Angle 我们就可以再把画面Cmd-Shift-4 我要Capture这张照片,这次就要变成一个图片 那图片呢,现在在这里 我就直接把这张照片拉进去iMovie里面 这个Default就设定了是ColorField,即是Cut下面 我们在这里选择Green Screen,再对位 不过还要收拾一下,如果有一个Can Burn Effect 你选择Fit就可以了,然后就不会移动了 那现在呢,你叫F字呢,在这里出现 你还可以加一点点的淡入,淡出效果 那方法就可以,你喜欢加自己任何的overlay 在任何的iMovie的video里面都可以 那你甚至可以用下其他的 比如收拾相机的软件 比如Skish,可以加Skish里面的箭嘴 在上面呢,在iMovie的video里面呢,其实都可以 好,希望这个方法帮助大家,拜拜 拜拜